各位優秀的同學 我們今天就是已經到了這個資料清理的接近尾聲的階段了 不過今天還不是最後一節課 今天我們要教的資料清理技術 就是應該是在跟之前比起來應該算是非常困難的 就是之前我們主要做的是 把資料填到不同的格子裡面去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本來他可能長像是某一個樣子 你想要把他轉成另外一個樣子 那他必須要 你要把他轉過去的時候 現在大家腦袋裡面應該有這個邏輯了 也就是說目標的資料格式長什麼樣 那你一格一格往下填下去 好那我們今天難度難在哪裡 等一下我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今天的第一小節還不會太難 那只給大家熱身而已 第二小節就會有一定的難度了 就難度主要會出現在哪裡我跟大家解釋 就難度出現在 不定格式的轉換 就是 他乍看之下是沒有規則的 那你怎麼樣去把規則找出來 那 並且把東西就是 把東西寫成程式 那這就是他困難的地方了 好那我們現在先來講一下資料清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之前我們的資料清理手段只有去重複嘛 對不對 就是 重複的Sample就把 就把它丟掉 那實際上 資料清理這件事情喔 是以後大家如果要做一些 分析 或者是數據呈現的時候 然後 這個 首先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好了啦 譬如說 以後 你可能就是 我這邊舉個例子 你可能會覺得你不想要做研究啊 那為什麼要學資料清理 你們未來在寫網頁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節課最後會寫網頁嗎 你們說不定會把 這個其他網站的資料 把那些information把它抓下來 那有時候啊 這個 有時候 你會遇到 對方的網頁 可能 現在去用都很正常 啊突然他改版了 那他一改版 他一改版 這個 自然你抓下來的東西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那 這個時候 如果你有設置一些規則 你就可以去把這樣的一個狀況把它排除掉 那這樣子的 所以說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我們來講一下 什麼樣的資料算是 有問題的資料咧 舉例來說 這邊總共有 五種 六種 大類 這六種大類分別是不正確的數據 舉例來說 如果今天你發現你的data裡面有個人年齡七百多歲 這絕對是有問題的嘛 絕對不是他活這麼長 絕對是 打字的時候打錯了 好 第二個是不準確的數據 不準確的數據不容易找出來 不正確的數據相對好找 我們可以設置每一個column有一些value range 那 不準確的數據就沒有辦法了 舉例來說 實際五十歲 被紀錄為六十歲 但是他也在那個range裡面啊 其他數據看起來不是那麼不合理 那這個就比較難去檢查出來 但是他還是有機會被data的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舉例來說 你現在這個呃 舉例來說你現在這個呃 你發現你的數據裡面 有個人是五歲 那五歲 結果他的身高 一百七 體重 八十公斤 那這樣子是不是 其實有機會是把detect出來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接下來 重複的數據這個沒有問題 不完整的數據 舉例來說 某一個column 你在發問卷 某一個籃位名就是必達 那結果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不見了 好 或者是不一致的數據 就是說 舉例來說 呃 舉例來說我剛剛講那個就是一個 身高跟這個年紀是不一致的 那有時候是這個樣子 舉例來說喜腎的患者 他明明腎臟功能就 就不好 結果 描述腎臟功能的指標 又說他 腎臟功能不錯 好 或者違反規則 好 大家要跟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不是對軍費生講 是對自費生講 就是說 你們以後 閉了業之後 有可能有人會去找 這個 就是有可能會去找這個工作 那 其實有很多 在某些領域裡面 舉例來說 委託 施行臨床試驗的公司 這個 最近這個高端疫苗 不是有這個 做這個 他想要做那個第三期的試驗 想要知道他的保護力多少 然後新聞不是爆說 他委託一家中資的公司做嗎 那他中資的公司 就是在做 委託臨床試驗服務的 這樣的一個 委託臨床試驗服務 他最重要的 不是你會 多厲害的統計方法 或什麼的 最重要的就是 資料非常的乾淨 他們會去 maintain這件事情 好 那我現在 給大家一個範例 我們現在想要把這樣的一個資料 把它讀進來 好 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喔 請在這裡下載範例資料 那 下載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好我們把檔案讀進來 你會發現 這個檔案 欸 某某病人 他在某一個時間點 他的 MDRDGF 是多少 Stage是什麼 然後 WBC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 生化指標 這樣的一個檔案格式 已經是 桑捷克 我們說那個 直式轉橫式已經轉過了 的格式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他已經 他照道理講 應該已經是完成版了 對不對 那他還可以做什麼咧 我們來看一下 他還可以做什麼 好不好 好 首先 你現在 就是 首先我們要先 確定一下 就是 每一個欄位 這個DATE 他看起來就是 這個 看起來就是這個 就是日期嘛 對不對 日期 也是可以 去 看看他是否違反規則了 舉例來說 2011年2月29號 2月那一年沒有29號 那可能就是 也許就是Key錯了 或者是有個什麼 4月50號 對不對 類似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檢查 這樣的一個 DATE 咧 在R裡面檢查DATE 其實是很簡單的 你可以直接用函數 sDATE 所以這個s.xxx 是不是把它強迫 轉換成某格式 那之前從來沒有教過DATE 對吧 那實際上 是有DATE這個 FACT 這個格式的 那這樣他自己就會去檢查了 好 我這邊舉個例子 你現在如果問 DATA裡面的CLASS DATE 他說他是一個FACTOR 或者是 是一個 那個文字 有時候 因為我們R的版本 有時候大家不太一樣 有時候讀進來是FACTOR 有時候讀進來是文字 那無論如何我都想要把它轉成 DATE 來 DATA的DATE 等於sDATE DATA的DATE 這樣他就轉完了 好 轉完之後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來我給大家看一個範例 現在我們有一組 TEST DATE 這個TEST DATE 裡面有一些明顯違反規則 9月沒有31號 對不對 2月沒有29號 這一年的2月沒有29號 但是這一年的有 對不對 我們來給他S DATE看看 S DATE完了之後 你發現這裡是不是被改成NA了 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他違反規則 他就會直接被改成NA 因為沒有這一天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 那所以說 你現在就可以看看 有哪些DATE 被改成 這個 有哪些DATE 他是有問題的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你現在 這樣子 在這裡 在痘號的左邊 下 條件 這是不是就是鎖影 這是我在鎖影嗎 對不對 我現在鎖影看看 欸 沒有DATA 這裡沒有 有問題的DATA 是Validate DATA嗎 是Validate DATA嗎 好 那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來試一件事情好了 就是我故意啊 我故意把 假設我故意把這個 我故意把第23筆改成9月31號 然後這個改成2月29號 我故意的啦 好我現在RUN 好你再做一次 是 欸 太不給面子了吧 等一下喔 為什麼會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 DATA裡面的 第29選 欸 喔喔喔 對了抱歉 我發現問題出現在哪裡了 我現在 把DATA轉完之後 我還沒有 我先把 我先把這個 RUN DATA這個變相 還沒有產生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現在 現在去問說 這個RUN DATA 它就等於 ISNA DATA 裡面的DATE ISNA這個函數啊 可以去回答我 現在是不是NA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這樣做完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 這樣的DATA 你看這裡是有一些 錯誤的數據的 我把它修回去啦 我的 上課範例本來就已經有錯誤的數據了 就是在這裡 好 看到了吧 這兩筆數據是有問題的 分別第45筆跟第68筆 第45筆跟第48筆在哪裡呢 45筆在這裡嘛 6月31號打錯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第68筆 在這裡 2月29號 這個是也是錯誤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這是我故意在這個DATA裡面 設下的 它有一些小錯誤 你應該可以檢查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DATA本身是一件 就是你要 抓出有DATA有錯誤的 它本身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注意一下 我希望啊 大家可以把 大家可能會知道 就是我今天教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警號 對R語言裡面來講 警號後面是註解 是不執行的程式嘛 所以現在請 就是以後大家要寫語法的時候 以前我都沒有 以前你們都要寫出來就好了 我都沒有去 跟你們講說 語法應該要寫成什麼樣子 以後比較容易看得懂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 寫語法這件事情以後 未來有機會 你是要跟其他人一起寫的 你寫的只有你看得懂 大家就會非常困難 好所以 你可以想說 Data Process 然後2 這個 Red Data Date Date Format 好類似 你可以這樣子 給它一些註解 好所以你看 我這裡可能會寫成 Read Data Rule 1 Check Data Format Rule 2 點點點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 就是遵循這樣的紀律 就是 像 舉例來說像這一行 Head Head我只是在檢查嘛 對不對 它這一行其實 並不一定要執行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它註解掉 把它註解掉 把它註解掉 好這樣子在執行的時候 你看它就不會執行那幾行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另外 我們來接著再來檢查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來檢查這個Stage 這個Stage 是 這個Stage 你可能 沒有 因為你們現在可能還沒有進這個 醫院 所以你們不知道這個 慢性腎臟病總共有分5個旗別 所以這個Stage 它一定要 在1到5之間 那你 是不是要在哪一個範圍之內 這個% in % 可以幫助我們 % in %這個好常用到 對不對 它有沒有在1到5之間 好它這樣回答就是有嘛 欸這個沒有 最後倒數第二筆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倒數第二筆 在哪裡 它的Stage是 呃 它的Stage被寫成0了 對不對 它的Stage被寫成0了 這個 有這個小錯誤啊 你平常 如果資料大的時候 你是不好檢查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 那我把這一串東西加驚嘆號 加驚嘆號 驚嘆號就是可以把所有的 觸跟boss反過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成為這個 RoneStage Validate Stage 好是不是 就把它做出來了 然後你現在看 我的最後 好可以看到了吧 這一筆是不是 就是Stage是0 它是錯誤的 那我需要 就是 我 我可以就是 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可以對它做一些處理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 這邊到目前為止 都還算簡單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比較難一點的 就是 還記不記得前幾節課 我們有教過 就是怎麼樣 用這個 就是 好像在第二節課的時候 我們教大家 把這個 某些 特定符合條件的索引 把它換成某一個數字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來看 假設我們的 K K是什麼東西 K是 假離子 Potassin 這個Potassin啊 它的 Value Range 可能是介於 1.5到 10之間 這就是我剛剛找 它 那個就是它 就是超出範圍的數據嘛 對不對 好所以 K 大於10 或者是 小於 1.5 我這樣 滿足這樣的條件 我就要產生一個 ROM K 這個Variable ROM K這個Variable 現在是沒有這個東西的喔 把它填成True 我們這樣點上去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Data 你會發現 有一些已經被填成True了 這個True 我們來看它的Potassin Level 32比數據 是吧 32我們來看 Potassin在哪裡啊 喔 Potassin在這裡 139 這個顯然就是不小心 你看左弄反了 對不對 這樣一個數據是錯的 好 那接著剩下的 我再把它填入False 好你看現在剩下 是不是被填上False了 還有一些是NA 對不對 NA是什麼意思 它根本沒有Potassin的Value 這個沒有關係喔 這個 這個 你保留一些NA 我們在顯示的時候 不要顯示NA值 我們只要用%% 就可以 就可以把這個 就是 就可以顯示出 我們想要的數據 你看這兩筆數據 它的Potassin Level 跟這個 就是 Sodian都弄錯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就是 欸 這樣子做完之後 我們來練習 這個練習應該算簡單的 可是 你還是要稍微想一下 我現在希望你們檢查的是 第二 就是 就是 規則不符合的 這種 rule 好你要找什麼咧 就是 我現在先跟你講 Stage 這邊是不是有個Variable 叫Stage 這個Stage 然後這邊是不是有個MDRD GFR 他們彼此之間應該是有關係的 90以上 就是1 Stage是1 60到90 是2 30到60是3 15到34 15以下是5 好 他有沒有滿足 有 他有沒有滿足 有 對不對 好可是 你可能 你可能 沒有辦法一筆一筆 用人工去檢查 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寫好程式 可以一次 直接去檢查 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 是否符合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現在把時間 交給你們了 這題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出來 好這題齁 這題就是 呃 大家在想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 就是方向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最簡單的方向 就是 我現在先找出 90以上 那他Stage必須是1 對吧 所以 90以上好不好找 90以上 大家 大家現在 這一個方法 我們其實就是要用這個方法 就是很多人困住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知道 我們常理來講 我們可能會想用 ifelse啊 之類的方法去解 那 問題是 if裡面只能加一個 true or force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是 我去產生 一個 我先把他的條件 給抓出來 他的data的 mdrd .gfr 這是他所有的數字嘛 對不對 那我要看他的條件的時候 注意我怎麼寫的喔 他大於 等於90 我是這樣寫的喔 當然 他沒有大於等於90 那我們換一個好了 我們先檢查 小於 小於15的 好這邊有 對不對 這些true的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 小於15 對不對 那Stage 勒 Stage本來講這樣嘛 Stage 等於等於5嘛 對不對 這一串 跟這一串 我是不是要確定 他們兩個 是不是 true在同樣的地方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是不是要確定 他們是否 true在同個地方 或者 false在同個地方 所以一個 比較好的想法 我看沒有人試著這樣做過啦 好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等於這一個 好全部都是true 但是這裡有個false 對吧 全部都是true 這裡有個false 所以這是不是就是 欸我 我跟你講有四五種解法 你們不要急喔 好不好 我現在只是一個一個demo給你們看 就是這事情要怎麼想 這是不是一個 這是不是第一種 解決方案 就是 這個 它可能是 criteria 1 criteria 1是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criteria 1違反的 我們來看一下criteria 1違反的好不好 欸 喔 它要加個驚嘆號 好這一題等下我們違反 欸 它stage0嘛對不對 這是不是錯的 所以說 這樣我是不是就做出了criteria 1 那 但是有很多條件它要滿足啊 那 但是有很多條件它要滿足啊 它要滿足以外 它款rera 2就是 Stage等於4 然後 mdrd gfr它是大於等於15 同時 小於 30 好這樣子 以此類推下去就可以 這是第一種想法 這樣可以喔 第二種想法是 我直接去指定 data 我直接開一個 開一個就是 data裡面的 主要說 wrong wrong 這個 mdr gfr stage 這樣是不是 我現在開一個新的 variable 然後我滿足什麼條件 我就跟上面這個一樣嘛 滿足某些條件 我就給它true 剩下就給它false 我先這樣寫好 滿足什麼條件要true咧 來 data stage 等於5 同時 data裡面的gfr 小於15 這樣子是不是true 這樣就是滿足條件了嘛 對不對 那反之 data裡面的 如果stage等於5 然後mdrd它大於等於15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是false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你這樣子 這樣子這兩行執行完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vector 它是不是某些地方就被我填進去了 某些就還沒有 好 依此類推 你可以一直往下填 一直往下填 你這邊可以4嘛 4 然後mdrd gfr 它必須 大於等於30 同時 10 mdrd gfr 它小於60 這樣可以吧 好 這裡比較難寫喔 這一個條件的反向條件是什麼 這個條件的反向條件是 小於30 或者是 大於等於60 對吧 所以 你必須在這裡 這邊要有個括號 小於 30 或者是 大於等於60 好 這樣同個意思吧 好 所以 這樣子 這一個就 剩下後面 就是後面的條件 反向條件 m的都是 反向條件都是 或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這樣應該看得懂吧 你們大家應該都看得懂吧 以此類推寫下去就沒有問題了 好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兩種方法 都還是太慢了 並且 並且 就是你 你在寫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 要非常小心 就是你的邏輯判斷要非常小心 就是它不夠簡單 很容易出錯 好 我來跟大家講 最快的做法 最快的做法 是我答案寫的這個樣子 我們實際上 可以先產生一個mystage 這個mystage 我就按照剛剛我的條件 大於90的就是1 60到90的就是2 對不對 30到60就是3 15到30就是4 15以下就是5 那我這樣產生mystage以後 我產生mystage以後 我再來比較一下mystage跟 實際上的stage 它有沒有不一樣 好 看到了吧 這邊有兩個不一樣的 對吧 那這是不是就是wrong的 這是不是就是wrong的 好 我就把它填進來這樣就好了 好 所以你們發現了嗎 其實同一個 這一題其實有三種解法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呃 我覺得每一種都可以 那我這邊 就是 我 我就不給大家練習囉 因為其實 這個 這邊重要的不是真的把它寫下來 這邊重要的是那個觀念 那你們思考一下我剛剛的三種解法 你們是不是可以就是 呃 是不是自己是可以融會貫通的 未來 你們面對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們可以用這種方法去解 這樣懂我意思嗎 summarize 一下三種 方法 第一種是 直接把就是 就是 有 因為這個quiteria多了點 就是 它同時有五個quiteria嘛對不對 所以 我先把五個quiteria分別寫出來 那產生五個variable 這五個variable quiteria1 quiteria2 quiteria3 quiteria4 quiteria5 這樣子 我再看看 違反第一個在哪裡 違反第二個在哪裡 違反第三個在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 就是把一個 看起來像是一組入偶 把它換成五個入偶 就這樣子 第二種想法是 寫下很複雜的條件驗證的這個邏輯 就是它可能同時要有三個條件 才會決定它是滿足或是不滿足 那 你有十幾行 會有十行這樣的條件對吧 好第三個就是 直接產生一個新的 my variable 我的變相 然後跟舊的變相做比較 這三種方法都可以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 好那我們這一題可以了以後 我們來思考一個更難的 一個比較難的問題 這邊就要好好想囉 好就是 假設這一個data 這也不是假設啦 就是剛剛這一份data 它其實是一個申報的資料 它是一個申報的資料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跟 這個就是跟健保局申報的一個資料 那規定一件事情就是 同一個人 每兩個月只能申報一次 同一個人每兩個月只能申報一次 那我們現在好好看一下這個data 好這個data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人 他是不是有隔兩個月 這個看起來也有隔兩個月 這個看起來都有隔兩個月對不對 所以這個人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不是就好像不到兩個月了 所以這個人是有問題的 那下面呢 下面這邊看起來好像 好像有 好像也有 這個好像這個人好像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好 當然你用人看你會覺得很累了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你發現 我現在還不想要知道錯的是哪一筆 我只想要知道有誰是有問題的 這樣就好了 假設這個1514這個人有問題 你只要告訴我1514這個人有問題就好了 你不用告訴我說刪掉哪一筆才會變正常 這件事情我們下一節課 才要去挑戰它 這樣懂我意思 可是你現在要思考的事情是什麼 每一個人 是不是都要檢查一下 每一個人要分開檢查嘛對不對 那這個檢查跟剛剛的檢查不一樣 剛剛的檢查只有 Colin跟Colin之間的檢查對不對 這個檢查你發現他的規則 是弱的 對吧 而且他檢查的結果不會是 不是每一筆都要檢查 他是自己跟自己檢查 他是每個人來檢查 所以說 大家想一下要怎麼做 有人要提供意見嗎 難得加分機會有沒有人要開始了 首先 要先決定什麼事情 來講一下吧 再這樣 先把他的時間 好可以 這是第一個 好可以來 你加加0.5 來還有嗎 你要再加可以 你繼續講你可以喔 好不好 有沒有要繼續講的 先 來State嘛 還有咧再來 什麼意思 你要列出人民嘛對不對 好這個沒有錯啊 對啊 對啊 你現在很明顯的關鍵 variable是人民嘛 來你家 你有家 還有咧 下面那一列跟上面那一列做比較 下面那一列跟上面那一列做比較 嗯 你講的沒有 你講的沒有錯啦 就是 我覺得你講的沒有錯 可是跳得太快了 前面還有好幾個準備動作要做啊 對不對 好沒關係 你加1分你加0.5好不好 好我們來試著 來帶大家捋清楚就是這一題到底要怎麼想 好我跟大家講這個資料整理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你們一定 你們都忘了講 我不知道是已經習慣成自然了還是真的忘了 就是我們要先決定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output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這件事情是我們一定要先決定的 對不對 在之前 我們是說我們要整理成目標矩陣對吧 目標矩陣了 如果 number of rule 和number of column 我要先找出來啊 對不對 你們如果 那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 這個目標的這個 outcome 要怎麼找 目標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 就是variable要怎麼找 先定義 好我 我現在先講 我現在先用我的定義好了 我的定義很清楚嘛 就是 他必須是人 對不對 他必須是以人為base 就這個人是true 這個人是false 這樣子 一定是這個樣子對吧 那你想到這一點之後 你就知道說 那你首先要先拿到名單啊 那名單是不是 名單怎麼拿 我都告訴你要拿名單了 你一定知道就是facts跟levels的組合嘛 對吧 因為我們拿名單好像也只有這個方法 而且常常用了 好 那拿到名單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筆一筆來做了 先產生一個空向量 然後 先假設它全部都是true 這跟我們在找直數的那個時候很像對不對 好然後接著一個一個檢查 那檢查的過程當然就稍微難一點 但是我們一點點寫下去的時候 所以我們再來比較好不好 那當然 data要先asdata 這是非常確定的一件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我們要先留下 data 不是 就是我們要先留下 data不是na的 好現在 因為它如果是na的話 就不用比 那一比就直接刪掉了嘛 對不對 沒辦法比 好 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patient 它是int 所以說 我們要先把它factor之後再levels 然後產生 numberofpatient 這些都是一些關鍵指標 我剛剛都講了對不對 好現在我的npatient是17 我現在要repeatna17次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接著我就好好來填這個x就好了嘛 這跟我前面的那個 做直數的那個練習題 是一樣的方法 好我現在的x 那我就一格一格填嘛 那我一格一格填 我鐵定是要先從第一個 病人開始找的 那我們先好好找i等於1好不好 i等於1我先寫下去 然後 我是不是要先產生一個subdata 等於data裡面的 datapatient 他等於等於 levels patient 第1個 這樣可以吧 這樣我產生一個subdata以後 我看著他 來想我要怎麼處理 第一個patient run就是有問題的patient 好我怎麼處理咧 我怎麼處理 來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就是下-上 對不對 那 第3筆 第2筆-第1筆 第3筆要剪第2筆對不對 我們怎麼有效率的剪 我們怎麼有效 我們可能就要寫一個 我們可能是不是 你看在這裡有事再寫一個回圈對不對 就是一直下-上 好我們來 這個地方大家可以思考喔 我現在 我來教大家怎麼思考 我現在一定就是 他裡面的date嘛對不對 對不對 date的第2筆 減掉date的第1筆 你要先這樣寫出來喔 好然後他是一個 time difference of 48 對不對他是一個48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如果 大於 欸如果 小於60 這是不是就是 我就不要了 這樣可以了 好所以 我其實想要檢查的是 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好了 我現在就不看答案喔 我等一下寫的不見得會跟答案一樣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的是思考流程 好你現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人剛好只有2筆啦 但是你應該知道 假設他有3筆 他一定要這樣做對不對 假設他有4筆 他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他有幾筆這件事情我要怎麼知道 欸很簡單嘛 是不是 NRAW 這個 是不是就是他有幾筆 這樣可以接受吧 N RECORD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 我的 我這裡是不是要換成 K回圈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這邊改成K 這邊是不是就要改成K-1 都是減上一筆嘛 對不對 所以下面我就刪掉囉 那在這裡 K現在是不是等於2 2 那注意K是2到RECORD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這邊來注意一下 現在 是不是只要 他滿足了這個條件 我是不是就要把他的X 因為後面我就不用檢查了 他是不是就注定就是有問題 我只要檢查然後一筆有問題 他就是有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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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這件事情 我的 X 就是 就是 X的第i 注意是第i一個人喔 是第i一個人 他就等於 true 剩下就是false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這裡 repeat na我可以 給他repeat false 就是default我認為他都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寫這個K回圈了 我的K是從多 然後 然後注意件事情喔 你只要檢查出他的問題 其實你後面就不用檢查 你可以break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那我的K回圈 4 我的K回圈是從 多少到多少 從2開始喔 從2開始到unrecord 然後把它放上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 如果unrecord 有時候會不會一個人只有一筆 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if if else ifunrecord 小於2 那他是不是就不用做回圈 對不對 那 小於2的話 這邊就 喔小於2就什麼事都不用做 那這樣我只要寫說 他其實大於等於2的時候才要做事嘛 他大於等於2的時候才要做事 所以我可以把下面放上來 欸 欸 是不是 是不是做完了 現在我可以包回圈啊 我可以I回圈 我可以包起來了對不對 4 i in 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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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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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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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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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Patient 是屬於這幾個病人的 我們來看這幾個病人的Data 你看這個是有問題嗎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 欸這個也是有問題的 這裡有問題嗎 喔這兩個太接近了 這裡其實有好幾個太接近了 欸這樣是不是很有效率 你現在是不是很快就找到了 那反之 如果不屬於的 是不是就是一定不會有問題的Data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 這樣子是不是一個 這樣是不是一個 算是符合我們邏輯的做法 可以Walk喔 好可是 還有一種方式 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可不可以不要用回圈啊 欸其實我可以不要用回圈啊 假設 我現在故意 我現在先把這個病人拆開喔 我把回圈拆開 那我們故意找一個病人 比數比較多的 就是I 我們故意找一個I等於 I等於3好了 我看一下I等於3 比數會不會比較多 還是兩比那I等於4勒 好17比這個I等於4這個比數夠多了吧 對不對 I等於4這個比數多多了 欸 它的Data是不是長成這個樣子 它的比數夠多了吧 欸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它都是後面的-前面的 那我要怎麼拿後面的 我要怎麼拿後面的 後面是不是第一筆我不要 第一筆我不要 第一筆我不要 第一筆我不要要怎麼打 -1 好我有聽到啊對不對 -1是不是第一筆我不要 那-前面的-前面的是什麼 最後一筆我不要 最後一筆我不要 最後一筆我不要我要怎麼打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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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剪掉這一個 括號 它是否 小於60 這樣是不是有一堆True跟False 只要有一個True 就代表 就代表有問題了對不對 我再把它括號起來 然後問 True有沒有 出現在後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 一樣也要N大2才能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邊給去掉了 這個東西 它等於X的 第i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來做一次答案是不是一樣 好不好 for i 1到n.patient 好 我們再做一次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Levels.patient.x 是不是還是這幾個人 好 我剛剛已經講完至少兩種方式了 注意我都是一步一步想 我看一下看一下我們再上面一下這裡 所以我那怎麼想的咧 我這裡是K加1 跟K-2差不了多少對不對 然後我N recall改了N date 那也是差不了多少 這樣可以接受 那我這裡 我這裡是比較複雜一點 我是先產生一個RIP 我在這裡再產生一個空向量 然後一個一個填進去 填完了之後 填完了以後 我才去看說 這個Difference裡面有沒有True 有一個函數叫DIFF DIFF是我等一下才要 我今天才要新教的 就是即使你不用它你也可以做對不對 但是DIFF是什麼咧 就是你剛剛 是不是產生了Subdata 這個 我們現在一樣I等於5 我們再來做一次 I等於5 I等於5的時候是不是有一個Subdata 這個東西 其實可以直接DIFF 這樣我可以直接得到 後檢錢 我可以直接得到後檢錢 就是DIFF這個函數 但是 所以我這一段 其實就在後檢錢對不對 我這一段 就是在後檢錢啊 我這一段 這兩個答案是一樣的 這一段是後檢錢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一段 換成DIFF Date 我把這一段 這個是同意的嘛 這兩個是同意的 這樣可以吧 這兩個是同意的 這樣可以齁 好 Difference 取得Difference 然後Difference 再去確定 我這邊只是把規則拆開 Difference 我再去做一個Check 然後再去看這個True 有沒有出現在Check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最後再把它打包起來 打包起來就是 If Endate 大於1 我就要做檢查 Else我就不檢查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剩下就打包回圈 所以 基本上 欸這個 後面這邊 就我剛剛做的事情了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希望大家 先 首先先練習一下 就是剛剛我做的過程齁 試著不要看答案把它做出來 好不好 這個是第一件比較難的事情 第二件比較難的事情是 你剛剛 我們剛剛是檢查Date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想要你檢查什麼 檢查GFR的變化量 什麼叫GFR的變化量 就是 這個MDR 你剛剛在檢查的時候 注意Dif Diff這個函數喔 我希望你去用它 Diff這個函數是不是可以得到 間隔時間 那你也可以 MDRD GFR 你也可以得到GFR的變化量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這兩個相除 這兩個相除 這個 這個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每日的變化量 對不對 每月的變化量 只要超過2 不管是正2還是負2 他都是有問題的case 就是他進展的速度太快 變化太快了 這種病人一定要把它找出來 做進一步的處理 所以我希望你找出 變化太快的病人 你找到變化太快的某一筆 那那個病人我就要找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前面的比較簡單 先處理 先親手寫過一次 然後後面的再來做 好不好 好 我發現 就是 這題 大家很多人都還困在很前面 就是可能 這題可能難度真的是比較高一點 那我來再教大家一次 我從頭開始寫 然後我寫新的題目 然後教大家 要怎麼一步一步去解開他 好不好 那首先 一樣我們先找出 假如說我們先找出第五個人 前面大概 沒有什麼問題啦 我們先找出第五個人 那我們找出第五個人之後 我們一定會得到Subdata 注意大家 在寫程式的時候 一定要這樣隨時 你就打開來看一下這個Subdata 長成什麼樣子 尤其是現在Data量很少 所以看他是很輕鬆的 那我們 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一樣我們要 比較N-Record 對吧 然後接著下一步是 我們要先 產生 Difference Date 好這等於 Dif 然後 Subdata裡面的Date 對吧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Date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下一步 因為我要GFR 對不對 我是不是這邊要有 GFR 然後就是 MDRD GFR 好那現在 這兩個要相除嗎 對吧 那 這兩個是要相除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這兩個相除是有為 這個題目設下陷阱 這兩個相除 會出現ERROR 我本來是期望你們應該有機會可以做到這一步 那我們現在來教大家看ERROR好了 不要害怕ERROR 這個ERROR在寫什麼 來有沒有人要講的 來可以加分 你想講 快點講啊 DifTime DifTime 不能除 DifTime 所以你要把它轉成 所以你要把它轉成別的 所以這個 你看它的class 它是DifTime 對不對 它不能除 所以那怎麼辦 轉啊 轉成 轉成 數字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ERROR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轉的數字 但是這個是 日變化率嘛 如果要月變化率 是要乘以30 對吧 好 等於 我們可以把它叫Slope 這樣可以吧 就斜率嘛 好接著 這個斜率 這個斜率 我的條件是什麼 它要 像它這個斜率就有點太大了 對不對 這個要去掉 這個就是有問題了對不對 斜率 大於2 或者是 小於 TrackValue 等於 Slope 大於2 或者是 小於 負2 有沒有其他寫法 你可以寫 平均 平方 平方 平方大於4 還有其他這種寫法 因為你們沒有絕 你們不知道絕對值嘛 對不對 絕對值是 absolute 所以是ABS 這樣可以吧 但是我沒有教啦 所以不見得要用 但是 剛剛那兩種寫法都可以 好我們用比較標準一點的 大家比較看得懂 不要太多數學 好這樣子 這樣可以吧 這樣就是TrackValue嘛 那這個TrackValue完了以後 它一樣嘛 它如果有True的話 就是有問題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後面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所以說 我們的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寫for回圈了 for i 從1到 n.patient 然後大括號 然後把這一大坨 全部往前複製 好這樣子 我就可以得到 一樣我就可以得到 有問題的人了 好這幾個人有問題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所以說 我想這一題就是 難度沒有那麼高啦 就是 就是說 如果你前面那個會的話 那後面你只要解決這個關鍵就好 它需要as numeric 這樣可以齁 啊不要害怕那個error 因為我想就是在 反正就是 以後大家寫程式常會遇到error 那你經常旁邊是沒有老師可以問的 看一下它那個error 不要看到error就害怕 看紅字就很怕 很多人寫程式都這個樣子 你去看了一下它的error 然後 仔細讀一下它的文字 那應該是可以解決的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 基本上要上到這裡啦 那 我已經跟你們劇透蝦捷克 我要做什麼了 現在我只是把人抓出來對不對 蝦捷克 假設你是醫院 那你要上傳資料上去拿錢啊對不對 你想要的絕對不是把這個病人給刪啊 你想要的絕對是 絕對是 好 舉例來說 今天這個人就是 呃今天來了 一個月之後來了 下個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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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中間內 你就會想要中間內筆拿掉啊 不是嗎 所以內筆拿掉就符合規則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一定想做這件事情 下個禮拜我會教你們做這件事 那你們回去可以想想 你們想要看後面 先預習也可以 但是我告訴你們 我們下一節課就要做這件事情 可以想像有點難對不對 好這就是 大概 但是這個如果你會了 這個大概就是最 最就是 大概就是最困難的規則了啦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